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没有数字化 很多的内容无法改进 没有数字化 我们的生活会被空间的距离压缩分离 今天我们在这里用观点相互连接 一起来分享对未来数字化的思考和畅想 大家好 今天我们会有几位嘉宾在线上 跟我们参与今天的讨论 先请大家跟我们打个招呼 你们好 大阳好 各位好 欢迎大家 最近因为跟华为接触比较多 所以我也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点 比如说智能制造 它其实就通过信息技术把制造业的系统能够打通集成 让这个资源能够更有效地被利用 由这个词汇又引出下一个更新的技术叫F5G 那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对于这个词 这个技术来说是一个新的盲点 所以我们就把F5G的有关知识变成了问题 就放在这几个盲盒里面 然后我们打开一个一个盲盒 请各位来解读一下 好吧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盒子里的问题 F5G是什么 是5G的升级版吗 那先问问华为的王总 F5G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知道 5G是无线网络的第五代通信技术 那F5G加了一个F 它全称就是固定网络的第五代技术 有三个特征 我们把它总结出是三个十倍的提升 第一个十倍的提升是网络带宽 第二个十倍的提升是连接数量 我们实际上现在知道 F5G能够做到光纤到园区 到办公室 到工厂 到工厂里头的每一个设备 到每一个车站 到每一个矿景 然后这些等等 那第三个十倍的提升是网络体验的提升 F5G它的网络时延降低了90% 现在能够达到微秒级 它不仅能够给我们带来网络体验的提升 更大的价值 它能够应用在各行各业里头 有一些重要的工业场景 它的可靠性能够达到五个九 好 那提到F5G 我觉得在线上的几位嘉宾 他们可能会通过各自的行业的一些体会 我想先问问东风蓝图的陶总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陶先锋 F5G技术的话 从汽车行业的使用角度来看的话 基于它的高带宽的低延时 这样的特性的话 实现了过去的传统的固定网络技术 无法达到的这种高口靠性 和它的用户带来的良好的这种体验感 好 谢谢 那想再了解一下 东方日生吴总 您的看法是什么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东方日生 我们主要从事的是一个新能源企业 从事电池跟组件的制造 所以在我们最大的工厂 就是除兜基地 我们全部导入了F5G的一个机场 目前已经在使用状态 在我们的场景里面 因为我们的建设周期 总共一个1000亩的一个基地的话 建设周期就只有六个月 对我们布线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同时我们也经常会调整一个设备的工艺 所以对网线的重新规划也是非常需要的 刚好F5G匹配了我们这个场景的需要 好 那这个问题 其实就引出了我们第一个大问题中的第二个小问题 就是本能的很多人第一个反应 F5G是不是5G的升级版 想继续问王总 实际上5G和F5G 我们给理解成它应该是相互配合 互相补充 比如说5G它更多的适配在移动性比较多 大型仓储的移动机器人在运输货物 5G就更加的适合 但是我们在很多的工厂里头看到很多的产线 它也不会经常的去调整 那产线它都是由后端的中控系统对它进行控制 远程监测 然后金币的对它进行控制 那这种情况下它的网络实验带宽 还有可靠性要求比较高 F5G它是作为固定网络 它在这里就有一定的优势 它们两个呢 应该更多的是一个协同和配合的关系 好 这么解读之后我们其实会比较清楚 那这样就引出第二个盲盒当中的问题 我一个一个开这样比较清楚 F5G的价值都体现在哪里 F5G呢在智能制造里头作用还是挺大的 尤其是F5G的全光工业网 它能够给我们的工厂呢 带来一个极简的网络 总结下来呢 实际上是三点吧 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进行打比方 第一个呢 我们叫做网络的架构极简 可以实现零机柜 光纤的覆盖距离长 而且中间很多的是无缘光旗件 能够极大地减少我们的机柜数量 这给我们的部署效率呢 得到极大的提升 第二点呢 叫介质变革 十年不换线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工厂里头 是用的网线 那用光纤替换了网线之后呢 节省率能够节省90% 而且光纤的本身是不受带宽的限制的 所以它可以不停地去演进 从2.5G 10G到50G 第三个呢 就是极简运维 可以做到我们叫一人一厂房 就像一个人可以维护一个厂房 什么意思呢 因为F5G它用的光纤的技术 它抗干扰耐腐蚀 同时它很多无缘的光旗件 它的故障率低 所以它的运维成本也会低一些 好 那接下来讲请线上的陶总 吴总 因为他们分别是来自汽车制造业 还有光纤产业嘛 就从各自产业的角度来讲一讲 就是F5G带来变化 会不会你们感受特别直接 先请教东风兰图陶总 大家都知道了 在汽车工厂里面的话 是从冲压到焊装到油漆到总装 环境是非常复杂的 对这种网络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包括其中最严重的是在我们的 冲压车间和焊车间里面的 电磁的一个干扰 F5G带来不仅实现了光线到机器 减少了线上布线 而且实现了线上的安全生产的一个要求 提高了生产的效率 好 谢谢 那再请教一下吴总吧 好 我直观地感受 整个全包网的部署的话 时间非常短 在两个月之内完成 400亩厂房的一个布线 原来用传统网络的话 基本上是达不成的 基本上需要大概两倍的时间吧 第二个呢就是说 整个对网络的监控啊 就是说端点 如果出问题的监控的话 基本上都是可视的 真的跟刚才王总讲的一样 就是能够看到出问题的地方 及时地进行排除 好 那我知道王总 华为有制造基地 已经是5G 加F5G 是吧 您介绍一下 对 华为南方工厂 实际上是我们制造的一个大本营 我们的手机旗战 还有光天通信设备 都是在这里生产的 我们实际上已经通过 5G和F5G 双5G的部署 实现了一条流的 智能制造的生产 我们有一个视频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这就是 Huawei Passive Optical Network is based on a two-layer, point-to-multipoint architecture and uses passive components instead of active devices. Eliminating the network cabinet deployment in the workshop, Dataflow is connected directly to the cloud. Over 1,800 information nodes are connected. With the Manufacturing Execution System, MES, and Test Meter Cloud, ensuring efficient system collaboration and high-quality service operation. 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我还想谈几个其他的这个行业, 还有在港口桥调的超远程控制, 也应用了F5G的技术。 那么实现了在百公里以外, 延时达到了百微秒级。 那么这样就使得操作人员在远程操作的时候, 所见即所得,增强了他的工作效率。 在我们的电力行业, 配电网它需要很好的这个通信的质量, 这是一个基础和关键。 那么F5G全官网的这个支持, 可以使得配电自动化的效率得到升级。 那么远程的指令能够实时化, 开关的闭合也能够自动响应。 这使得我们每年每个用户这个断电的时间达到了分钟级。 好的,谢谢叶博士。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盲盒里的问题是, 真的能够依靠F5G实现万物互联吗? 问问王总。 最近有一个词,工业互联网。 实际上F5G跟工业互联网还是能够碰撞出很多的火花的。 工业互联网它实际上是实现是以数据为要素的。 F5G相当于给它提供了一个很好网络的一个保障。 所以它就能够在工业里头能够大规模地应用起来, 就把我们整个智能制造的人、物、还有机器、环境的这些信息, 然后全能有效地去感知起来, 然后就实现万物感知。 所以还是给万物感知和万物互联提供了一些基础吧。 徐老师怎么看?万物感知,万物互联。 从刚才几位专家的介绍来看, 我觉得咱们华为和今天的这两位专家讲到的一个光复产业的制造, 一个汽车行业的制造的应用来看, 我们F5G显然是一个智能制造领域的基础设施。 它代表着生产力的其中这个生产工具的一个创新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 而我们华为公司在这个F5G方面, 显然我们有自己独到之处, 而且结合千航百业解决了它们的一些难点和痛点。 好,谢谢大家。 其实技术真的发展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像F5G已经是光速地进入我们很多的工业的场景, 生活的场景。 那等到工业4.0时代, 中国的制造业真的是有望从大国变成强国, 就实现所谓的这个弯道超车。 到那一天,在座每一个人都是予有容焉。 也特别谢谢大家。 好,感谢各位的参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